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玩具大開箱 今次介紹的是B131-死亡鳳凰.0.at 由個名字都知道,這隻最新款的陀螺是由B117重新鳳凰進化而成的 我們立即看看他的性能吧 死亡鳳凰套裝包含了死亡鳳凰的幾環 零量盤和原子軸心底盤 零量盤和AT軸心底盤都一直是大賽的常客 性能全面的零量盤是能夠安裝結晶環的 亦是平衡性極高,改造性都很高 另外,配上防禦型的原子軸心底盤的滾珠軸心 有效射除攻擊,在陀螺盤中央不停移動 就可以射開攻擊 我們立即看看死亡鳳凰攻擊環 死亡鳳凰攻擊環有死亡裝甲 死亡裝甲比重新鳳凰的裝甲更重 含有超重量級的金屬,重量大大提升 而受到猛烈攻擊時,死亡裝甲就會彈出 令到陀螺的本體免受傷害 有時死亡裝甲更加可以打出的時候 飛中對手、擊中對手 造成超重量級的反擊 有效阻礙對手的迴轉 令到勝率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死亡鳳凰的裝甲更加可以安裝於重新鳳凰的本體 合體成完美鳳凰 完美鳳凰混合了死亡鳳凰最重量的裝甲 再配備上重新鳳凰的重量級本體 兩者合體 就變成完美鳳凰 即是成為不死身的陀螺 我們立即進行陀螺對戰 死亡鳳凰對超式武神的 預備 3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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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鳳凰成功發射,對超色武神已經開始加戰了 死亡鳳凰用DT隊成功了,死亡鎖夾成功的對超色武神進造成猛烈傷害 究竟會不會成功的贏呢? 死亡鳳凰持過勝利 看完這麼精彩的對戰,大家是不是很想擁有他呢? 現在B131死亡鳳凰就會在1月26日港日同步發售 大家快點把機會擁有他吧 我們下次見,拜拜